阿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菩萨皆本 诸位比丘大德 尼师大劫 沙弥君士 大家早安 请翻开本词 二十五页 总页在三十七页 讲义的本词 总页在三十七页 别页在二十五页 我们在上一堂课说到的第三条戒 不敬童话戒 我们看是属于任恶的名 不然为患 恶焦满志 这是说明虽然这种情形是幻界 然而不是被焦满所致 不是被焦满的烦恼所致呼 或者蒙蔽 那既无贤恨性 亦无慧脑心 只是犹疑 方意 不能振作精神 而亦懒得懈怠忘恋之心 或以痴魅无疾之心 不能记呗 何者应作 何者不应作 以此等心 而而不起作 不成盈 不推省走 或不成正理 花言 筹退 以示不自安心 用意雅 故世民有患 有所为业 所以不是被焦满的烦恼所致呼蒙蔽 以及没有贤恨之心 也没有称慧 懊恼的心 只是当时由于自己放逸 不能振作精神 而亦懒得懈怠忘恃正念的心 或者以此魅力 这种无忌的心 那无忌也就是说不能记别 不能记分别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以此等的心理 而不起作 不向前来成盈 或者不退让圣咒给以有得其掌之人 或者不称何于正理 花言 来回答对方 因为当下是不用心 不专心用意的 所以就称咒有患 那么有所伟业的菩萨戒法 难道呢 以不是由焦慢称慧烦恼兴起 故事非燃为患 不是因为由于焦慢心 称慧性的烦恼 这种烦恼心所生起的 所以是属于非燃违犯 非燃 这个燃就是烦恼 不是烦恼所违患的 此中然都懈怠是放异狗 妄恋即是失恋 是放异因 唯一时论 因何失恋 依主所言 不能铭记为性 能藏正念 散乱所欲为业 这当中呢 会难受懈怠 这种情况是旷律的果 而妄念 也就是失去的正念 是属于放异的因 不能提起正念 因此就懒惰懈怠了 《维师论》当中讲到 因何失恋 什么是失恋 也就是说 对于诸多所言的境界 六根对着六根不能够铭记 不能够明了 记忆 作为它的体现 就好像说我们念佛 佛号是我们所缘的 我们本来念佛的时候 心要安住在佛号上 要念之再之 现在反过来 心是散乱的 不能念之再之 没办法明白了记忆 念到哪一句不清楚了 这个就忘识正念了 所以说不能铭记为性 不能明白记忆现前的所缘 作为它的体现 能长正念 当然 失去正念 心就不明了了 所以能够障碍正念 那散乱所依为业 接着心就散乱了 那么散乱所依 要实去正念 内心当中是散乱的境界 这是它的业用 无际之心 无际之心为无觉慧 不能记北 应以不应 不是以善 恶 无际 合所为三性的无际心 这是讲到 这个地方所讲的无际之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一念心 没有绝躁的智慧 不能够记忆分别 现前的境界 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 这叫无际心 这样讲起来 这样的无际心 不是跟善恶无际 合所为三性的 那一种非善非恶的无际心 这一种无际心 这个地方所讲的无际心 就是说它对于现前的境界 不能够记忆分别 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痴魅 于此暗昧 魅类的心 叫无际心 那进一步呢 做一个了解 此中 懒得懈怀戒 皆会然为患 不共三宝戒中 懒得懈怀戒 皆然无患 二者皆反不同 虽然这一条戒 虽然这一条戒当中的懒得懈怀戒 要戒着非然为患 折心戒 然而前面的 不共三宝戒当中的懒得懈怀戒 是要戒懒患 要对手戒 那都是懒得懈怀戒 为什么两条戒戒患有所不同 那么底下有三种的解释 有云此中懒得懈怀 放逸为因 勿守非然 前文首说懒得懈怀 轻慢为因 勿守为然 所以戒患不同 这是第一种 有人说 这一条戒当中的懒得懈怀戒 是以放逸为因 因为放逸提不起正念 所以就懒得懈怀戒 所以说 非然为患 不是然 就是烦恼心所为患 那前面 不共三宝戒的文当中 所说的懒得懈怀戒 是因为轻慢 以轻慢的烦恼为因 所以说 为然为患 这个然 就是轻慢的烦恼 所以戒患不一样的 前面呢 三宝戒是要对手忏 不共三宝戒对手忏 这一条戒当中是择心忏的 接着 有因 前戒是要不共三宝 所以最重 君要不敬上中下座 但是别人未是生重 所以戒轻 这人讲所对的敬戒 有人说 前面一条戒 旧者不共养三宝 所对的敬是三宝 尊贵的 所以结罪比较重 这一条戒是 曰旧者不公敬上座 上座中座下座 只是对着个人 别人就个人 不是对着生重 所以结轻 所对的敬不同 再来第三 有云若诸戒种 策利为主 染多之患 即名染污 如不共三宝戒是 若以江湖色化为主 染多之患 便名不染 即患不同 谁即所应当如是知 第三种 有人说 假使诸多的戒条当中 戒文的道理 以策利精进我们 作为主要的 就要我们的精进来修行 栽培善根的 当中 你懒得懈怀所患的 叫做染污患 染污患 如同不共三宝 要策利我们 每天一定要供养三宝 礼拜三宝 赞叹三宝 三宝是佛弟子 所效法尊重恭敬的境界 你不共不供养 这个罪 结罪就重了 假使以江户 江户就是帮助 互联 射受化导众生为主的 这戒条 他的立场 是这样的 当中你懒得 懒得去做 懒得去江户射受化导众生 懒得去做 这样就称作了 不然 就非然为患 所以 接换不同的情形 随即所应当的 随即所应当中所讲的主要的立场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接换 我们应当如是的了知 接着我们再看底下 前面是讲到有患 患当中有然为患 有非然为患 接着讲无患 那心恶 明无为患者 为遭重病 或心狂乱 或自睡眠 他身觉想 而来清后 语言谈论 庆畏 请问 或自为他先手 诸法 论语 抉择 或或与余 谈论 庆畏 或他修法 论语 接着 逐耳 而听 逐耳 而听 或有违患 修正法者 畏意 江户 修法者行 或一方便 调比 伏比 出不三处 安理三处 后悔生智 后悔江户 多有情心 而不愁对 皆无违患 在讲义当中说 此名不敬而无违患 这是说明了不敬同华 然而当中无违患开言的情形 有十个因言 第一 为自己遭遇重病 而不起座 成瘾 愁对不患 意思是说 自己遭遇到重病 有重大的病患 没有气力 众人有得上座 或者同参道友来 不能够起座 向前来成瘾 迎接他 也没办法跟他 筹对回答 这样是不患的 接着呢 第二呢 惑性狂乱 或者自省 丁狂迷乱 精神有问题 所以没办法起座 成瘾筹对 这也不患的 这二种言通一切界 皆明不患 这两个言 这两个言是通一切的界条 开言当中呢 平常有分成通言跟边言 通言就是通所有界条的开言 有这种情形都是开的 再来边言 边言就是针对那一条界所开的 所以上头这两种言 叫做通言 通一切界条 那之下呢 第三之下是针对界条 不一样的界条 他们的开言 叫做边言 或至睡眠 他生觉想 而来亲户 以言谈论 庆畏 请问 说呢 或者自己在睡眠 而他人 上座啊 三知识啊 道友等 他们呢 误以为自己 还没有睡所 而生觉想 生起觉想 就还没有睡 认为我们还没有睡 由是呢 而来亲户 语言谈论 庆畏 请问 而未以酬退 不明为患 因此呢 他们认为嘛 你还没有睡啊 所以来呢 亲户就是亲近 语言 谈论 请问 请问呢 他的遗后 而实际上呢 自己啊 已经入眠了 所以没有跟他 酬退 回答 怎样呢 不明为患 再来 第四呢 或自为他先手诸法论语抉择 就是说 或者自己正在为他人 来先手诸法的形象 来先手诸法的形象 论语 所以没有回答 所以没有回答 也不换 再来呢 第五 或者 或者 又正在呢 这个道理 而自己正在呢 逐耳 而听 逐耳 就是把耳 都拉长一点 注意 请听 再注意听 那 因此呢 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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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答 再来 第七呢 或有违患呢 收正法者 未将后 收法者心 或者 在收法 的 法会当中呢 那 如果 我们去啊 迎接 这些啊 长老大德 那这样的话 就有一点呢 打仙差了 所以说 或是 若以来者 谈论所对 必有 违患 收正法者 我们了知啊 假使跟 来的长老大德啊 打招呼 或者鼎礼啊 问信啊 谈论所对 这样呢 必定有 违患呢 正在 先说正法的人 哦 你就妨碍人家 在收法 那 如是呢 畏意江户 收法者心 如此呢 为了 想要呢 江户 就是帮助 守护 收法 收法人的心理 这一切会有影响 有影响 使令他呢 不生起脑害 扰乱分心啊 所以啊 对于 这来的这些长者呢 不起来啊 迎接等等 不愁对 不患的 在收法的场合呢 这是 不适合的 以这个收法者为众 再来 第八 后裔方便 调彼弧彼 处不善错 安律善错 后裔夹齿 不宜谈论 筹对等 为方便 而调制彼人 想护彼人 使其处理不善之处 而安律于善处之中 故不患 就是说呢 或者想要假戒 呃 持不已 就是跟 不跟对方 谈论 仇对 等等 而作为方便 这当中呢 而调虎 对致 彼人 对方 想护 对方 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得用 使灵塔 出离不善之处 而安律于善处当中 那不筹对 也不患 再来第九 后裔生智 后裔呢 为护生智 而不宜彼筹对 对 生智者 为生团中之法规制度 如恶口之人 生若以作莫病结谋 及任何人 不许以其交接往还谈论 或残堂境事 录者法应静默 为所堂归 不以来者 筹对谈论 不患 互生智的情形 或者呢 为了 维护生团的制定 而不宜彼对方 来筹对回答 什么是生智呢 也就是说 生团当中的法规制度 就如同呢 犯了恶口的人 扰乱大众生 大众生呢 就给予他做默病的结谋 所谓的默病呢 就是不跟他讲话 做了这个结谋 那么任何的人 都不允许跟他交接 不能跟他交谈 接触 不能往还谈论事情的 不可以 叫默病结谋 或者呢 在残堂境事当中 进入的人 依法 本来就应该要静默的 你进去啊 那就是要静默 人家在用功嘛 为了守护堂规呢 不以来者 你先进去啊 后面来的人呢 是长老大的 你认识的 你不跟他呢 从对也谈论 这是不患的 不患 再来第十 后卫江户都有情心 而不筹对 或是呢 若以来者 谈论筹对 将恋喜都有情 不声翻喜 为了江户都有情心 由是呢 而不以之筹对 不患 就是说呢 或者了之 假使 跟呢 来的人呢 谈论筹对 将使令呢 喜都有情众生呢 不生欢喜 也就是说 大多数的人呢 对这个 来的这个人 有意见 有意见的 你跟他讲话 人家看到 又不高兴 那这样呢 为了江户 都有情心 喜都有情的心意啊 由是而不以之筹对 因此而不跟 来的这个人呢 对方来筹对回答 这是不患的 所以啊 作人 待人处事啊 大众当中要截善言 截善言 不要跟人家截恶言 截恶言啊 人家就不高兴啊 那凡夫心 这难免的 要截善言 若有如上所受 出言之一 而不以之筹对啊 皆有违患 总的来说 假使有如上 如同上面呢 所说的 出头的因言 其中一种 而不以 来的人呢 从对回答 都没有违患的 就是开不患的情形 好 以上呢 这一条戒 我们就大略收购 不敬童话戒 接着呢 接着呢 我们再看着 庚式的 不往应供戒 也就是呢 有谭业施主 来请应供 而呢 不请往去应供 这个 一切菩萨戒 当中呢 我也要知道 这个戒条里头 有一些 是出家众的戒条 有一些 是通出家在家的戒条 你就像啊 这一条 不往应供戒 这还是尊对啊 这个 出家众来讲的 出家众 出家的菩萨来说的 那 接着呢 底下分成两颗 心一 名幻象 摄文呢 幻象当中 又分两颗 任一 名 然为幻 若知菩萨 安周菩萨 尽皆律仪 他来言请 后往居家 后往余世 逢世 饮世 及衣服等 知生聚 娇慢所至 怀险恨心 怀慧恼心 不知其所 不受所请 世明有悍 有所违悦 是然为幻 讲义当中说呢 持戒有悍不悍 一幻象中有染悍 一不染悍 鲜明然为悍 这条戒啊 有悍跟不悍 昆尘悍跟不悍 再呢 幻象当中 有然为悍跟不然为悍的分别 首先说明 然为悍的情形 住戒菩萨 亦有他人 痰也失足 亦久不悔 而来 遭言奉情 后请往至 世景居家之中 后请往余世 以便奉食 饮食及衣服等 诸之神聚 而修供养 那安住菩萨 境界利益的菩萨 佛子 那一有他人 遇到有他人 他人就 痰业了 施足 他们想要求福求慧 那因此呢 那因此呢 来到的 聖堂当中呢 援请 就是 遭言奉请 也就邀请了 邀请 那么请到哪个地方呢 或请往至世景居家之中 或者请往到世景 就是城市聚落 熟人家当中呢 熟家里头去供养 或者请请往呢 其他的试验 集中在某一个试验 地方比较大 容纳的人比较多 方便一点 那么 以便宜呢 奉食 饮食啊 供养饮食 还有衣服 卧具 医药等等的 种种的 自身的用具 包含了日常生活所需的 那这样呢 来修习这个供养 他是很有这个心啊 很有这个心 而菩萨呢 为交慢怀恼之所致乎 或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由此而不至其所 不受所请 接受其布施供养 正为菩萨 慈悲 涉起众孙之道 故伍是然为患 所以呢 然而菩萨 被这个交慢的烦恼 知所致乎 或者怀着 贤恨的心 对方哪个时候 哪个时候对不起他呢 耿耿以怀 而或者呢 怀着称慧 懊恼的心 那么由此 因此呢 而呢 不至其所 不到呢 这个施主所邀请的地方 不受所请 不接受施主所请的 也就是呢 不接受呢 他的布施供养呢 这样呢 正是乖为了菩萨 慈悲 涉及众生之道啊 所以啊 是属于啊 然为患 要烦恼心了 这菩萨呢 发了无上菩提心啊 本来啊 是要涉受一切众生 用火花来度化他们 而现在呢 不接受人家的邀请 心里也怀着这个烦恼心 情也不去 也不去 也有交曼 交曼感觉来请的人 也没有什么交曼心 这个呢 就有气所众生的情况啊 所以要换戒了 要换戒 那度化众生呢 都要有缘 要有缘 这个缘的欠力啊 很要紧 所以啊 人家来邀请 这是一个缘 他要是诚心的 成心啊 因因情情的 为了修乎修慧啊 那我们应该啊 建立这个缘 这个是 做以后度化的 一个善巧方便啊 这是很要紧的 再来任恶的 明不然为患 生命不然为患 若有难度懈怠 懈怠 无忌之心 不自其所 不受所请 世民有患 有所违悦 慧然为患 讲语当中说呢 若有难度懈怠 懈怠 忘念 无忌之心 减肺心怀 焦慢 恨恼 由此而不自其所 不受所请 接受其不失 虽是明有患 有所违悦 然是非然违患 假使是由于啊 懒斗懈怠 忘念 忘思正念 这个忘念啊 就事先接受了 后来忘记了 无忌的心 这个简别呢 不是呢 内心当中 怀者有焦慢心 有懈恨心 有愧恼心 没有这种心 没有这种心 只是懒得去 懒得去 懒得去释受 懒得去 那由于这样呢 而不到他所请的地方 不接受他所邀请 接受他的不死 不 不接受 没有这样呢 做了 虽然呢 世民有患 也称作是患啊 是有所违约菩萨戒法的 难道当中呢 是悔然违患 不是因为 煩恼心 所患的 但是呢 也应该啊 要择心畅微的 也有过 也有过失的 好 接着 心恶的名 无为患相 无为患者或有疾病 或无气力 或心狂乱 或处玄言 或道有不 或于方便调笔伏笔 处不散处 安利散处 或于先情 或为无减修主善法 亦或善品 令无战会 或为隐色 未曾有意 或为守闻法意无退 论义 决者当之一儿 或或知彼 怀孙老心 再来言请 或为护他 多 行狠心 或或生智 不自其所 不受所请 皆无为患 讲义当中 说 命不患中 开元里头 有十四个元 第一 或者 或至有疾病 不往不患 则或有疾病 或者自己有病 有病 那就没办法去 所以不前往也不患 再来呢 第二 或无气力 或者因为老病 而没有气力 或者是病刚刚好 刚好气力不足 也没有气力 所以不前往也不患 再来第三 后心狂乱 后心癫狂迷乱 心狂乱 这就包含自己跟对方 自己跟对方 内心癫狂迷乱的情形 有这样的情况 不前往不患 第一次呢 后处玄远 请的地方呢 或者护请的地方 路途玄远 而路途遥远呢 来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我们为了修行吗 这样呢 折腾呢 就浪费很多时间 不前往 因此不前往 也不结患的 再来第五呢 或到有 这恐怖的事情 或到有不 或者道路当中呢 有恶虫 恶兽 盗贼 等可不畏适 不往不患 道路当中呢 会有恶虫 或者恶兽 有盗贼 可能会发生抢劫的事情 等等的 这一些呢 可不畏的事情 会发生危险吗 所以不前往 也不患 在这呢 第六 或遇戒指 不自其所 不受所请 为方便 而调比 忽比 时机出 不善处 按力善处 不患 或者想要呢 戒指 不到他所请的对方 不接受他所邀请的 作为方便呢 而调制对方 想无对方 实力对方呢 出不善处 而安逸善处 那这个情况呢 也就是说呢 施主的供养 不是真发心的 或者呢 他虽然发心当中 有互带条件 而如此呢 你接受他的供养 就使令他增长这个罪业 因此呢 为了调伏他 不接受他的供养 实力他反省 反省呢 反省的 知道自己不对了 那舍弃的 不正确的心态 舍弃的附带的条件 生起了真正的发心 所以说 处不三处 安逸三处 怎样呢 不接受不患的 再来第七呢 或 已有余人先来言请 既已云比 由此而不付请不患 或者已经呢 有其他的人呢 先来言请了 既然已经先答应他人了嘛 由此而不付请不付对方的邀请 这是不患的 再来第一把 或为精勤无间断的修之善法 而亦互持所修善法品类 另有战断和会晤 不枉不患 至终善法 谁异同一切 然都要定心而守 守修善品 即是种种修定之良 第一把 或者为了精勤 没有间断的修习 诸多的善法 这个善法 也就是修定 修定 而亦互持所修善法品类 而想要互持所修习的善法的品类 就是修定的资良 这一切的资良 那就希望能够由资良祭足而契入 这个禅定 所以说使令没有暂时间的 暂时的间断和方会耽误 不前往也不患的 就你正在用功 在用功 这当中所说的善法 善法虽然意理同一一切的善法 然而这当中大多呢 是就着定性来说的 像打合器 打残器之类的 修定 那么所修的善法品类呢 也就是种种修定了前面的资良 前面的资良 再来第九 或为隐身摄取未曾有益 未曾有益 指无肉之生 创得性观 正见真无而言 以此时为有生以来 所未曾有过者 顾名未曾有益 现为隐射此未曾有益 令之正德 正于分别所舍 如理作意 思维其向 而修佳行 由此不枉不患 或者为了隐身摄取未曾有益 什么是未曾有益 那也就是指着初世间 无肉的智慧升起 因为无肉智呢 而这一出现观延期 能够正见真无来讲的 这个也就是说 从环谷到圣位 就跳了一大吉了 无肉智慧升起 就是现观延期 能够正见真无 叫未曾有 未曾有益 而这个呢 实在是有生以来 所未曾有过的 所以说未曾有益 是啊 凡乎就没有这个情况 未曾有 有了就是圣人 现为隐射未曾有益 令之正德 现在呢 为了隐身摄取 这未曾有益 这个无肉的智慧 使命自己能够正德 所以正以分别 修习止观 分别所摄持的法 而奴隶的作用 实为他的相状 而修习这个佳行 佳行 佳行 佳行就是佳行道 平常讲叫无间道解脱道 叫佳行道解脱道 由前面的资粮累积之后 为了起正解脱道 入圣位 而用功佳行 佳行道 接着弃路的时候是解脱道 所以不情网不患 接着呢 第十 或为温习思维 所闻法义 令无退始 不枉不宽 或者为了温习思维 所听闻的法义 这个文化之后呢 必须要更进一步 要加以思维 加以思维 这个文会啊 但是文会还不行 还要思维 文实修三会 还要思维啊 使令呢 这个法义啊 能够深深的落在八识田当中 随时要用啊 才可以拿出来 我们呢 在听法的时候 听了就过了 也没有加以思维 对啊 音像呢 比较浅啊 肤浅的 有时医道境界啊 就拿不出来啦 因为不是很纯熟 印象不神 所以啊 要深入的思维啊 使令呢 在阿赖耶稣当中呢 落下的印记 非常的深入 意境红颜 种子啊 它就起现形了 跳出来 所以因此呢 思维啊 要紧哦 文化之后 静坐 思维这个道理 令我退死 使令他呢 没有退死 做这一种呢 这个修行 而不前往 也不换 接着呢 第十译 奴魏 奴魏所闻法义 无退 而不父亲 不换此戒 若魏 若魏 借者诸法性相 的因言 而不父亲 义 不换此戒 故隐 当之义儿 就是说呢 如同魏了 所听闻的法义啊 没有退死 而自己啊 就不前往 去护情 不换这一条戒的 相对的来说 假使是魏了 魏了呢 来论逆 所以戒者分别啊 诸法的性相 这样的因言呢 而不前往 接受对方的邀请 也不换这一条戒的 所以说 当之义儿 应当了之 道理也是相同的 不换的情形 那前面这样下来 这当中呢 包含了文诗修的三会 也就是呢 说呢 我们恍惚的菩萨 固然呢 花了无上菩提心 要跟一切众生结缘 不能够舍弃众生 前面所讲的 舍弃众生呢 那就有罪 会犯戒的 但是呢 我们呢 在恍惚的时候 能够在佛法当中呢 努力的做文诗修的工作 期望呢 能够早一点正的无神法人 成就胜透 这一桩事情也是非常要紧的 非常要紧 那假使我们呢 因为啊 这一种的情形 努力的 修学合法 而暂时呢 没有跟众生戒言 开愿当中所讲的 也不上幻戒的 接着 十二 后悟知彼 来请之人 怀孙老心 意尘诈尾 而来严谨 由此 不枉其手 不受所请 亦不幻戒 或者 我们呢 也了知 对方 来请的人 他不是诚心的 不是诚心 你知道啊 他不诚心 是怀着损老的心来的 心意当中呢 存着诈尾 欺诈 不识 稀为不识 而来严谨 譬如说呢 说要布施衣服 饮食等等 其实 没有这回事 是欺骗我们的 由此呢 而不前往他所请的地方 不接受他的邀请 也不幻戒的 再来 第十三 或为护他 都有情心 恐因受其人情 而令彼等 都能生贤恨心 由此 不枉不幻 或是呢 为了护念其他 喜都有情众生的心意 这个做人啊 只要做好一点 来邀请的人啊 这个有很多人 对他有意见 心里不高兴 那这样呢 恐怕因为啊 接受这个人的邀请 而使令彼等 这么多人啊 生起贤恨的心 这个菩萨为了一个人 使令很多人造业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呢 由此 为了护念多人的心意啊 不前往 不患 再来 十四 或护生智 或者为了护此生团的制度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呢 为了护此生团的制度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有朱吉甲 有在家居士 被邪见禅心啊 他来毁谤三宝 讲出家人的过世 讲佛讲法的过世 那大众生呢 给予他做互博的结谋 互博的结谋 我的听信谋 我的听信谋言啊 看三宝的过世 讲三宝的过世 做互博结谋 是想要使令他改变啊 反省自己不对了 赶快啊 求来懺悔 是平常的对三宝 本来就没有信心的 你错跟没错都没有差 对他来讲没有用的 所以啊 这个互博结谋 是针对啊 对三宝有信心的基势做的 他一时的约张旗 先现行 听信谣言 吹方三宝 你这种情况 在生起立 生起立当中呢 卷三十一 大政呢 大政上二十二册啊 四百八十三月的西南 当中呢讲道 所以呢 佛陀告诉朱比丘 这个法义又不是呢 轻慢朱比丘生 应该给予他做互博结谋 佛陀说呢 又不是有八串事情 生团应该给予他做互博的结谋 那八串事情呢 就是说呢 现前 现前 毁谤比丘 现前 毁谤比丘 喝者比丘 皱如是言 鲁是恶行人 这个 喝骂比丘 再来 现前 称会 轻慢 轻慢 骂利比丘 断比丘的力量 那不乐 与比丘共事 骂佛 骂法 骂神 总共呢 有八串事情 就是毁谤 三宝 喝骂出家人 这个 生团都应该给予他做互博结谋 这个佛博结谋 这个佛博结谋 他被做互博结谋了 结果呢 这个互博结谋做了之后呢 所有的五重 不单比丘啊 所有的五重都不可以 出家五重都不可以 到这个居士家去接受他的供养 然而呢 平常呢 法裔佛博结谋呢 他经常请比丘呢 到家里面供养 供养之后 然后自己吃了 那每天都是这样嘛 他平常的习惯啊 他不晓得生团跟他做互博结谋了 那一天呢 他等待比丘 诶 时间过了 怎么食物不来了呢 他就前往到佛的地方去啊 头面礼竹 在一面呢 站着 就明白佛陀说 试准 诸比丘呢 为什么严固呢 不来我家吃饭了呢 佛陀就说啊 你倾慢诸比丘神呢 想要饶意你的缘故啊 身团给你做互博结谋啦 当时呢离佛不远的地方 旁边有一位阿罗汉 佛陀就告诉呢 佛陀就说呢 你前往去问那个比丘呢 问看看 什么叫做缘 缘有几种 这比丘呢 你叫做法义佛陀呢 你叫做法义佛陀呢 你千万比丘神呢 那麽神团已经给你做互博结谋了 所以啊 不足得 不值得跟你讲 我在这边呢 做得好 你来挠乱我啊 缘就是缘 还问什么 我就喝罵他 这个又不是呢 听比丘这么说呢 心里面呢 就非常的茫然 回到佛的地方呢 佛陀之而顾问 说呢 你问这个缘的意义啊 你感觉合你的心意吗 他就回答说 是者 这个比丘啊 少闻 没什么学习 他也没有从师长学习 我问他 什么叫缘 他就喝罵我 缘就是缘啊 还问什么 当时呢 离活的地方不远 又有一位法师比丘 佛陀就说了 来 你去 问这个比丘呢 什么叫做缘 缘有几种 他就去了 阿瑟利 荷兰 也是李健啊 这个法师啊 就会让他慈悲 善来 谈业 来 赶快 坐下来 还没有问呢 他就请他坐下来 他非常的欢喜 坐下来就问啊 说尊者 盐 什么叫做盐 你这个问 这个问是好问 问得好 我现在为你解说 这个盐有两种味道 这个味是什么呢 味就像海水 同一咸味 那么有两种性 这个性呢 是什么呢 有黑炎 有赤炎 有心头炎 有味把炎 那么 必然炎 加则炎 施多炎 比加炎 那时候两种 就是生德跟主的 这个叫做炎 听了之后 他内心非常的欢喜 就回来到佛的地方 头位女主站着 佛陀就说了 他就禀拜佛陀说 世尊 这个比较好啊 善解分别 广列炎的意义 你甚都能够回答 欢喜 佛陀就说了 这个是凡夫 在我法当中呢 还没有得到法位 前面呢 你问的那一个 是阿罗汉 你焦慢了 不认识真伪啊 长夜做不牢狱的事情 佛陀一呵斥 他就害怕了 害怕 佛陀就说了 说了你 这是很不应该的 希望分别 他就赶快忏悔啊 世尊 我先来忏悔 我愿世尊 慈悲哀明我 使令之比丘 从今以后呢 还是到我家来接受供养 佛陀就说了 好了 你回去啊 木衣 穿新衣 跟你的剑鼠啊 到生团当中 祈求大众生跟你解除 互博解膜 你就去啊 生团会慈悲的 为你解除这个互博解膜 这个呢 就是讲互博解膜 这在家基士呢 他对佛法还是有信心的 对三宝有信心 只是一时的业障起现行 或者听信 产言啊 邪进行 毁谤三宝 但是有信心呢 才跟他做互博解膜 让他改过忏悔 反显的改过忏悔 所以啊 这个地方呢 就讲呢 不惜比丘那更致其家 其是硬工 包含所有的出家五众 都不可以去的 就不给他修悟的机会了 对一个有信心 对三宝有信心的这家基士 这是一个很大的处罚 很大的处罚的 所以他能够改过忏悔 改过忏悔之后呢 解开忽波解膜 又可以接受他的供养 但是呢 现在呢 他还没有解除忽波的解膜 是不允许五众 出家五众 去接受他的供养的 由此不枉不患 我们守护这个僧团的制度 不前往去接受他的供养 这是不患戒的 有如上所受阴言 而不至其所 不受所请 皆无伪患 说呢 有如上面所说的 这一些的阴言其中一样 而不至其所请的地方 不接受他所供养的 这个都没有伪患的 都没有伪患 那么这一条戒呢 我们大家说明过 接着呢 底下一条戒 跟我的不受厚施戒 不接受施足厚重的布施 那本来啊 菩萨是这样的 色受教化众生 人要供养 我们就随眼 但是呢 这当中呢 也要看自己啦 也要看自己 本来啊 就应该接受了 那这里讲呢 不接受 是有患戒的 我们看呢 底下分成两颗 心一明患相 之下要分两颗 任一明违患 然违患 若知菩萨 安咒菩萨 境界律宜 他持种种声色 可燃 莫里 珍珠流离等宝 即持种种 众多 善妙 财力工具 殷勤奉施 有嫌恨性 或慧老性 违惧也不受 事明有患 有所违悦 是然违患 十二有情故 那讲义当中说呢 不受后世界中 分别有患跟不患 患当中有然违患 跟不然违患 就非然违患的情形 首先说明了然违患 诸界菩萨 亦有他人所持种种宝物 如生色之房金 以金色生本之房 故幻女一隐生色 可燃之白银 以银可燃为金色 所以称为可燃 又以相色 世色 以泛语称淫 有可燃及相色之一 所安处菩萨境界利益的菩萨佛子 一道有人 有他人 就是施主 手里头指着种种的宝物 就如同生色的黄金 生色就指黄金来讲 叫生色 因为黄金的颜色 原本它自然就是黄色的 所以叫生色 它本来就是黄色 所以换以 就这意义说 这个黄金 这金子 就叫做生色 叫生色 那可燃的白银 可燃就指白银来说的 因为银可燃为金色 这个白银是白色的吗 但是可以燃成金色的 所以称为可燃 这个白银就称作可燃 又说相色 四色 像撒米利里面 第十条 不作词生相金银宝物 生相 生就是黄金 相就是白银 所以这个相就是相色 也叫四色 也就是说 它白银它燃成了金色 这个金色是相似于黄金的颜色 它本来是白色的 它是透过染了之后 所产生的 所以叫相色 四色 因为换以称白银有可燃 以及有相色 有四色的意义 所以生指金子 它生来就是金色的 黄金色的 相就是相似 指白银 可以经过人工 加以染色 电镀 镀金 镀金色就变成金色了 然而这样的金色叫四色 相似于黄金的颜色 它本来是白的 白银 所以生色指黄金 可燃指白银来讲的 所以手里都拿着黄金 或者白银 接着墨铃 墨铃 中文翻译的意思叫珠宝 或者称作尼库 或者如意珠 范铃叫做莫罗尼 莫罗尼 此方中文的意思叫做离垢 为此宝 光静 不为垢慧之首乌 顾名 意思是珠的总称 意思是守 这个珠宝 这样的珠宝是光明 洁净的 不被这个珠宝所染污 所以叫做尼库 称作尼库 这个墨尼也是属于珠宝的龙种的称呼 叫墨尼 墨罗尼 接着珍珠 也一名珍珠 珍珠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磅 那个磅壳呢 那个养磅的 养得非常大 里头呢 它就长那个珠 长那个珠 就是珍珠 琉璃 琉璃即青色宝 琉璃是青色的宝物 青色的宝物 其他的车局 车局就是那个大罗贝 大罗贝 还有玛瑙 玛瑙石的等等 种种宝物而为共识 其实都是石头啦 都是石头 比较好的石头 我们就认定它是宝物 就欢喜得不得了 有人就到海边去专门捡石头 看了欢喜拿回家了 哎呀 贪爱不舍 很有容易感的 其实都是石头 凡乎就是这样 喜欢石头 以这一些种种的宝物呢 而来供养布施 即使种种种种多上妙 饮食衣服握迹食物 就是杂物等 珠财力工具 而应尽奉食 以及支持种种种种多很多很多的上妙的饮食 上妙的衣服 上妙的卧具 上妙的这一些 资生的东西杂物 日用品 等等呢 诸多的财物 利涯工具 而来啊 因因勤勤的供供布施 他是很有这个心的 很有这个心 然而呢 诸界菩萨 这一位啊 诸界的菩萨佛子 有内怀嫌恨心 后会脑心 毫无痴明 舍其有情之意啊 而委居施者之意 不受其始 世明有患 有所伟业 使然为患 由于内心当中呢 怀着嫌恨心 这个人呢 曾经对不起他 所以现在来供养呢 他不欢喜 不接受 不欢喜的 嫌恨心 或者呢 称惠奥脑的心 毫无一点也没有 词别怜悯 摄取教化友情的 这一种心意啊 而这个违背拒绝 施主的这个心意 布施人他的心意 不接受他的布施 这个呢 就称作有患啊 有所伟业的菩萨界化 是然为患 然啊 这是烦恼心 所伟患的 前面呢 贤恨心 慧恼心 慧恼心 想要度化一切有情的众生 而现在既然呢 以贤恨的心 慧恼的心 慧恼的心 气舌 违背了 这个施者之意 施主 他的心意啊 那也就是呢 气舌 有情众生的缘故啊 如此这样做的话 有观为菩萨应该利益 色色众生的心 所以要患重过 重得突几度罪 也就是要对一位大小圣生 大小圣的出家众 彼丘尼来懺悔秘罪的 接着任恶的名不然为患 若有难度懈怠 妄恋无济之心 为济以不受 世民有患 有所违跃 非然为患 讲记当中说 此名虽患 而不是以染污心患 故事清过 这诫文当中呢 说明虽然有患 而不是以染污心 而不是以前面的贤恨心 慰恼心 这种烦恼心所患的 所以是清过 要折心颤 折心颤 难度懈怠忘念 无济之心 亦如前世 亦理如同前面所解释的 接着我们再看着 接着我们再看着 这种烦恼心颤 定当贫溃 或知此物是生结物 素堵破物 或知此物结到他得 或知此物 有时因缘都生过患 或杀或福 或华或醋或弦 或者 为济以不受 皆无为患 三 讲义当中说 无为患者 开言的情形 有八因缘 有八种因缘 第一 或心狂乱 或者心癫狂迷乱 包含至他 不接受不患 再来第二 或是观察 受重宝乙 将心深染爱 贪着不舍 为致护烦恼 令其不齐 而危惧不受不患 第二点 或者我们自己来观察 观察自己 接受这个重宝不食之后 将会使令我们的内心 生起染爱 贪着这些重宝 不肯舍弃 而这样对于道业 是有很大的障碍 有障碍的 所以说 虽然戒条当中 说你不接受有患过 但是当中 要有生起其他的过患 不接受是不患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定 就是只有遮了 还有开印的情形 所以为致护烦恼 为了自己守护 烦恼使令他不生起来 不要因为这样 他天天看着这些重宝 没办法修行 而危惧不受 乖危惧觉 不接受重宝的不食不患 第三 后观彼于现在 虽殷勤行使 必将于不食之后 回想其异事实 必定生起追悔之心 为不应那样不食 有此为言 而危惧不受不患 或者观察 比对方施主 现在虽然一时之间生欢喜心 殷勤来行不食 将他贵重的物品供养给菩萨 但是必定将于在不食之后 在不食之后 他会回想 这一桩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会生起追悔的心 就是说 我当时不应该那样不食 太快了吧 应该要再想清楚 由此为言 就是知道这种情况 而观为拒绝对方 不接受他的重宝不食不患 再来第一次 后悔知彼不食之人 以食迷乱 因以癫狂心乱而行重宝之食 后悔虽作重宝之食 而不幸因食得果 由此因言而畏惧不受 亦不明患 第四点 后者 又了知对方不食的人 对不食的话迷乱 怎么讲呢 底下说呢 因以癫狂心乱 因为他是在一种癫狂心乱的时候 行重宝之食 或者他呢 虽然做了重宝的不食 然而呢 且不相信呢 因为他的不食 将来是将来得到善果 有富贵啊 他不相信啊 由此因言呢 而观为拒绝不接受 那也不称作是患戒的 你能够知道啊 这种情况 不接受呢 那也不患 所以说呢 不单 只是说前面呢 智 你人家重宝不失 你一定要接受 不接受 舍弃中生患戒 即使当中呢 还是有开源的情况 所以每一条戒啊 他都有开遮磁患的情形 我们都应该一一了解他 好 那我们时间呢 就到先讲到这个地方 其他的向下文常会来日 回向 请解设表明 在这边 这边 也请解设表明 在这边 明天 当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